哈喽大家好 我是再见小男们 黄金开口笑还要先等等 下期谢师傅才会打卡上班 所以今天我们先把广告打完 快速带你瞧瞧魔女兵器的故事到底在说啥 一植物 那是只要满足特定条件 就能引发超物理现象的载体或信息 应用层面相当广泛 无论是科技还是军事都是如此 第一个一植物的发现时间大概是2018年 由于这些玩意儿的外形大多类似日常用品 所以平时很难留意它们的存在 想也知道 如果一植物公诸于世 铁定会有热心人士将其胡乱利用 为了防止人类又犯傻 某些人打算藏匿这项宝具 可惜只包不住火 一植物仍然成为危险的兵器 最终人类也迎来第N次世界末日 历经7年的战火 地表早已面目全非 而在这股绝望的氛围下 尚存的6个国家达成和平条约 表面上是要抚平民众厌恶战争的情绪 实际上不过是为了制衡彼此 毕竟六方都拥有高水平的一植物兵器 所以它们将各自的首都包装为学员都市 并打着造福人类的口号继续研究一植物 果然学不乖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 某一天 我们的主角小莲来到新丰州的科学研究中心 当然不是对科技充满热忱 而是想快速打卡补完学分 殊不知一名女性打断了她的计划 红色的修法迷人的香气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 记忆枕头也没什么了不起 今天女子胸前的小莲这样想着 话说相较脖子上那股强劲的压迫感 小莲发现这名女子的脸色有些凝重 因为这里已经被入侵了 女子低声说道 伴随走廊传来的脚步声步步逼近 红发姐姐瞬间撂倒歹徒 摆平威胁后 女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她叫做利流 似乎是名科学家 今天刚好来这开设讲座 自我介绍完 两人决定分头行动 小莲选择归起来 利流则打算继续碾压菜冰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因为小莲居然自找麻烦 本想用剪刀的球棒偷袭敌人 不料惨遭反杀 而且还不胜坠楼 至于利流呢 虽然她发现了一植物洛斯金碑 可是歹徒却抢先一部解放宝具 然后下场你们都知道 当侥幸存活的小莲爬出地面后 原本繁华的都市已化为一片火海 这事再做梦吧 编剧没跟我说拍片的地点在动物市啊 凄凉的景象令小莲无法置信 于是她默默许下一个愿望 她希望眼前的一切从未发生 结果第二天的清晨 城市居然完好如初 不过小莲却发生异样 因为这对双风绝对不是我的 没想到她的愿望不仅改变灾难带来的结局 而且还改变了体内的荷尔蒙比利 就在那天 棉被王多了一名挑战者 除此之外 小莲发现昨日拿来攻击歹徒的球棒 竟无故出现在房内 加上经被莫名消失的新闻报道 小莲带着昨日使用过的球棒再度来到科学中心 殊不知当场遭到不良骚扰 可是就在此刻 球棒上的花纹泛起异色的光芒 接着一名少女出现在小莲的面前 有这么便宜的事 不管如何 对方叫做安妮 并声称自己是为魔女 然后就把隔壁的不良痛打一顿 但这倒不要紧 仅仅一个过场 一道尺力十足的战俘 悄悄包覆了小莲的身躯 正当我们的主角还在各种好讨厌 又有一群陌生人相继出现 带头的女性是SID探员 发现小莲和遗失的金杯有些关联 对方将不打自招的雄级 偶是说将小莲请回总部喝茶 至于什么是SID 简单来讲就是第五学院都市 新丰州的情报局 到达目的地后 小莲走入一间封闭的房间 下一秒 忽有熟悉的压迫感朝后脑勺强袭而来 猛然一瞧 这才发现是久违的力流 而且没想到这女人竟是SID的主管 伴随力流软硬监视的戏弄 小莲道出自己荷尔蒙异变的真相 离奇的是 从昨天进入科学中心认识力流到金杯暴走 整个过程似乎只有小莲记得 而力流完全没有这段记忆 难道这就是平时脑补太过分的下场 不管如何 听闻小莲的说辞后 力流不禁燃起好奇心 据她所说 从今天早上开始 SID侦测到都市内发生多起 时空相位波动的警报 而依照卫星提供的影像 小莲曾在发生异变的区域凭空消失 可是没多久却出现在另一个地点 身边还多了一位双马尾 而且当他们再度现身后 波动的痕迹就消失了 没错 力流提及的异变区域 就是那栋科学中心 不过时空相位波动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其实它就是物理法则的基础 如同宇宙的坐标系 无论粒子如何运动 坐标轴必须保持稳定 假如坐标轴出现抖动 空间内的粒子秩序将会遭到毁灭 依照换算 当时身在异变区的小莲 等同走进12级的飓风眼 可是它却没有惨遭撕裂 反而多了一件尺度满点的服装 估计和一植物收容失效有关 虽说高层先贤都把这些灾难 包装成意外事件 不过这次可没那么容易 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 如此大规模的连续爆发 实在太有趣了 可惜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 力流必须将这起案件 上报最高行政单位元老院 话说元老院的成员 都是顶尖的科学家 尤其在一植物的研究领域中 每位元老都是具有权威性的人物 想也知道 这些脑洞大开的家伙 势必对小莲的事件充满兴趣 不过力流也不是省油的灯 毕竟像小莲如此有趣的妹子 可不好找 与其留给对面的怪老头 还是让姐姐来保护你吧 当力流向元老院打完马虎眼后 她便立刻与小莲会合 究竟他们会擦出多少火花 前方将出现什么挑战 事件的背后又藏匿何种真相 以及未来还有哪些妹子即将出现 请你点选下方的下载连结 然后自己去抽卡 感谢你将影片看到最后一刻 如果你对魔女兵器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哦 喜欢我的影片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帮我按个分享 另外也别忘记加入我的FB粉丝团哦 我是再见小的门 我们下集再见